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秦升重一点 这状态的要赔钱的 你还要赔钱呢 你可比我有钱多了 一百块 抓鱼 吹起成剑 你要赔钱 看什么看 谁看 辅导员 王超在偷窥我 大变态 大家都安静 王超 你不觉得可耻吗 这傻把还挺色的 王超 那光哥是不是找你要钱啊 没有 那孙子我认识 找混混一个 给我交保费 我照着你 这 这 真是不是台人 那边怎么了 王哥我没钱给你了 我怀你小子是不是拿我怕当放屁的啊 你是不是有混迷啊 上回怎么跟你说的 今天不带钱来 你就等着挨揍 你当老子跟你弄着玩呢 不不 光哥 我现在身上真没钱了 你就放了我吧 哭什么哭 上次说没钱 这次还说 光老子呢 光哥 我看就得把这小子衣服扒了 绑树上给他展找记性 我看行 来来来 住手 光哥哥 别 别什么别啊 放开他 昨天那小子 这不是那傻宝吗 来过来过来 钱带了吗 让他走 让他走 你再说一遍 你怎么找死是吧 我 我 你 给我干去 快 快 快 打我死你啊 你以为我怕你啊 住手 都给我住手 把石头放下 警察 离根上你给我跑 小伙子 小伙子 没事儿 我 我没事儿 他怎么你了 有事跟警察说 男人的事儿 男人解决 我没事儿 你看这傻宝儿 看男人的事儿 男人解决 差点让人一转动打趴下 你别害怕 下次他们再欺负你 记得找警察 不要跟他们一转 说了没事儿 还说没事儿 你这还男人的事儿 你 你就是个老实人 你别跟他们学 他们是惯犯 社会青年知道吗 抓了好几次了 下次记得啊 一定要找警察 我找警察 他们要报复我呢 所有人都怕他们报复 那坏人 只会变本加厉 你 那还能怎么样 走吧 走吧 你先回去吧 那个 学长 谢谢你 我只是太高估我自己了 警察大叔也不会每天都在 也不知道那个光哥又会什么时候来找我报复 要是我有那小姐姐一半的功夫 我一定教训他们为民除害 不知道那个小姐姐明天早上会不会在 我一定要求他教我功夫 果然在这里 好 姐姐 你打的是武术吗 挨打了 小学了 那倒也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挨打了呀 脸上有伤 走路气很散 怎么都能看出来啊 其实我就是看见姐姐你每天都在这儿练 我又好奇 所以那个我就 想打回去是吧 太想了 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每天看你在这儿练 我就觉得你练的跟别人不一样 我想啊一定是很厉害的武术 这是国术 国术 那这个和那个什么降龙十八掌 九阴百股掌 有关吗 如果是表演的话 我也能打出那些架势来 不过想要飞出龙 恐怕就得靠特效了 那我看你这个 也比那什么 泰拳啊 空手刀啊 散打啊什么的 看起来也还要好看很多 是人好看吧 那 国术是什么 能不能教教我呀 只杀敌不表演的武术就叫国术 好厉害 实战的功夫 姐姐能教我吗 你偷看了我一周 这不叫头盔吧 而且我们都打招呼了 我说的是偷看 偷看的不是我的脸 而是我的国术 你偷看了我一周 挺有毅力的 看起来品相也不错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超 今年十九岁 姐姐你呢 唐子晨 唐子晨 你才唐子 你才晨 唐子晨 你个垂坠哦 跟师傅说话不能哦 知道吗 不不不不忘 来吧 我看你根基不稳 腿和脚都是西的 蹲个马步我看看 臣姐 蹲马步谁不会啊 那你蹲一个 臣姐 你靠我这样对吗 啊 低点 啊 啊 哈哈 哎 臣姐 是这样吗 嗯 嗯 五分钟 嗯 肺柴一个 噢 啊 啊 不肺柴 不肺柴 头想头什么想 你这样一动不动地站 只会站得妖机劳损 马步马步 重要的是一个马字 要站出个马来 站出个马来 你见过人骑马没有 人纵马奔腾 身体随着马一起一扶 马步是先贤从骑马中 领悟到的全树根基 所以站的时候 也要站得一起一扶 凭空站出个马来 圈起来 要扛 来 一起感受一下 起 扶 起 扶 把马融入身体 来 起 扶 起 扶 起 不是 把马融入身体 这也太玄化了吧 玄 但不换 蹲一定要劲先到脚掌 起的时候 脚底五指要像鸡爪一样 死死扣在地上 五个脚趾一扣 就牵动了小腿的骨头和肌肉 膝盖自然就挺起来了 膝盖一挺 大腿一紧绷 提腰 收腹 这 就是起劲 你屁股均那么高干嘛 扶下的劲儿 你脚掌要像鸭和鹅的脚谱 五指都要松开 这样膝盖一松 大腿松 腰作 腹骨 就在这轻微的起伏之间 不停地转换全身的重心 这样才能不使重心 老落在一个地方 造成身体损伤 不错呀 二十分钟了 能坚持到现在 你也是个奇葩了 为什么呀 你不怕被我耍吗 我感觉挺实在的呀 上膽 是不是感觉到头晕 像晕船一样要呕吐 不用站了 起来吧 你的下肾姿势都倒霉了 不过头没倒霉 站的时候要投凌空虚顶 什么空虚灌顶 凌空虚顶 这是八卦行一门全经中的术语 也难以理解 你跟我来 到河的大地上你就知道了 你看着江景 你看着江景 人在登高望远的时候 视野一开队 视野一开阔 心情也就放松了 疲劳也就缓解了 这 就是凌空虚顶 在纵马奔腾的时候 人们视野就会开阔 这样骑马也就不会觉得晕了 哦 那人晕船的时候 站在甲板上吹吹风向远处望一望 也就不晕了 对 上当 所以站马步的时候 不但一起一幅 劲而到位 同样眼光也要放开阔一点 有登高望远的意境在里面 这样的马步 才算占正确了 原来这些都是生活中就有的道理 只是人们平时忽略了 是先贤们 把他们融入到了武功之中 武功不是神话 他就在生活中 只要用心揣摩 就能化腐朽为神器 好 好 好了 道理和姿势我都告诉你了 你先回去自己练吧 明天这个时候我在这里等你 看看你站出的效果如何 刚刚差点 哥 我知道了 凌空续定以后 事情就是这么神奇 这段时间 我每天都找陈姐教我国书 但陈姐还只是教我一些装功 以及一些实战台积拳的基本练法 我感觉 我已经打开了忍督二脉 至于那几直拳 好吧 我还是不得要领 像是有一层雾气挡住了我 我看见 却又看不清 我想 我应该要走火入魔了 我 是 我 来 说说你的情况吧 哦 这几天我一直在练 现在一口气能蹲50分钟 而且 没想到你学得这么快 不锋磨不成活啊 你确实有天赋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不会就是因为有人打你吧 也是 也不是 怎么说 我想成为像姐姐你这样的人 我可不是为了当混混才练武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最好不是 放心吧 我不想当混混 但是我至少不能怕他们吧 混混人多 真要对付你 你双拳难敌四手了 那姐姐 你能不能多教我几下 我急用 我看你是跟人约嫁了吧 还说不想做小混混 不是 我虽然不想招惹他们 可他们盯上我了 幼王超 最近很威风 我不想和你起冲突 能让我过去 过去 在这条街道我不让你过去 你就哪也过不去 你想怎么着 咱俩打一手 你输了 你打不过我 你 我去 你 你 你敢还手 你什么 你 你 都起开 王超 这周六下午 西口体育场 是爷们儿进来赴约 打架的欧是违法的 你不知道吗 行 行 嗯 很好 你勾起了我的兴趣了小弟弟 我可以试着传授你我的国术 我可以试着传授你我的国术 至少是获得了资格 请 不用了 你只是获得了资格 拜师就免了 哦 你是连这都改不过来吗 嗯 那 也傻 也行 你得先了解 什么是国术 始于我国古代 当时政府成立了华夏国术馆 正式确立了国术 但是当时很多武林高手 都是用来暗杀一些 腐败高官之类的 总之 杀人之术 到了后来 先辈们总结了他的精神内核 便是强国 强主 强国 强主 强国 强主 那个年代人才辈出 现在过了几百年 时代进步了 和平安定 有警察军人保护我们 实在搞不定 飞机 导弹 飞 飞过去 砰 八卦掌在那边 鸳鸯腿在那边 头 在天上 你说 你还要学吗 学啊 好 今天我教你一招实用的 来 你从后面抓我 转身肘击 撩阴 沈姐 这一招 这叫什么名堂啊 这一招在八卦门中叫撩阴掌 在行翼门中叫转环崩拳 在太极门中叫撇身锤 拳术都是从大枪术中演变过来的 这一招看样子是简简单单的一转身 手臂撇甩出去 其实是要打出两重劲来 走机的时候要像枪一样 快速扎过去 等别人挡的时候 顺势下甩击刀 古代的将军在战场上使枪 一枪扎过去 人家一挡枪头反弹 反而可以把敌人的兵器打落 因为枪杆子有弹性嘛 你打这一招的时候 要含着耍大枪的意思在里面 你看着我怎么用尽 最后撩阴的一下 手臂要甩出这个锥子来 这才算是练到家了 这也是通背门中的摔背手机 武术就在一个气 所谓练精化气 头 身 尾 三体是 易于气候 气以为力 妈 我出去了 我去培训中心办个结业手续啊 好 如果还有机会 等后面有了时间 再去市中心的天心湖第十栋找我 拿着这个才能进去 密码是 行 好 等你站出效果来 再来找我 我会另外教你新的东西 如果这个三体是 你站不出效果 就把卡扔了 不要来找你姐了 陈姐 那什么才叫站出效果来啊 太阳雪鼓起来吧 等你太阳雪鼓起来 就可以来找我了 这怎么办事 这怎么可吃啊 这怎么可吃啊 好 好好好窄啊 一栋二栋三栋四栋五栋 陈姐 陈姐 陈姐在你后边呢 所以你就上成这样了 然后我还和那个曹队长切磋了一下 坐吧 接着说 那个曹队长也挺有两下子的 就是我跟他打的时候吧 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厉害啊 听你说那曹队长显然练的是外加拳 不过你这三体式只是用来出功夫长体力的 拿来打架差点意思 还没什么实战经验 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外加拳 善于氧气者为内 不善于氧气者为外 好了 先不说这些了 等把你手臂上的淤血打散再说 淤血不散 久了就残废了 来 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 不疼了 这么神奇 马上不疼了 啊 他在这边 好了 再休息半天也就没事了 也不用搓药 让它自然而然的好 试药就有三分毒 都要通过肾排出去 药用多了就会伤肾 不管是内服外服 都一个样 好了 陈姐 你手心流这么多汗啊 暗劲是很消耗体力的 如果武功没有到一髓的功夫 暗劲不能多发 否则心脏衰竭得很快 身体不出几年就会垮掉 一髓 从哪里挨打 就从哪里打回来 想回去再跟那曹队长 切磋切磋吗 想啊绝对想 做梦都想 能吃多少苦 一万吨 跟我来 到现在为止 我想你也非常好奇 你姐的来历是吧 不敢多想 幸亏你以前没问 问了也许我就不教你了 我所处的世界你想象不了 也触碰不到 我这次来东南半城 机缘巧合遇到了你 挺帅啊 不得不说那种 无者的帅 看你兴趣浓厚 资质也还行 吧 我也想找个传承 免得有一天断绝了 那就真的可惜了 陈姐 难道你教了我东西之后 就要离开吗 不错 教了你东西之后 我就要走了 从今天开始 我正式教你国书 其他的 你什么也不要问 不要多嘴 要是你多问一句 我会把教你的东西 全都收回去 拳术有三重境界 三种练法 三步功夫 三重境界是练精化气 练气化神 练神反须 你原来的性格内向 胆小怕失 自从练拳之后 胆子变得大了起来 拳术能使一个人的性格改变 胆小的人变得胆大 火爆的人变得内敛 深沉 陶冶人的气质 性情 这就是练气化神的境界了 至于三步功夫 那是一股 一筋 一髓 分别是锻炼骨骼 筋肉 还有骨髓 前面两步功夫 骨骼和筋 肌肉 都好锻炼 唯独骨髓 最难锻炼的 拳术突破了前面两步练法 也不过就是武林高手罢 真正要以武通神 达到神乎其神 脱胎换骨的地步 非要有第三步 一髓的功夫 骨髓是造血的 练到骨髓 等于全身大换血 有脱胎换骨的意思在里面 那怎么样才能把功夫 锻炼到骨髓里面去吗 用声音震荡来锻炼 你要注意了 这个声音并不是从嘴巴发出来的 也不是腹部的气转动 而是功夫练好之后 能随意控制自己身体上的 每一处骨骼 肌肉 皮肤 五脏六腑 一同有规律的轻微颤动 所有的颤动声音汇聚起来 想成轻微的一片 好像天空中的温雷骨 这就是虎暴雷音 木骨沉中 发人身形 脱胎换骨 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了 来 把两只手都给我 我要尽快回去 也只有帮你这样试镜 不然东西交不去了 在姐姐的别墅 我连续练了很多天 姐姐也教了我很多东西 比如火爆雷音的行程 如何驾驭自己的气 如何通过摸清人体每一节骨头 用自己的力弹自己 打出四五多千斤的力道 等等 我也丝毫没有懈怠 来 给我演示一遍 我交给你的挂掌 这套泥布挺标准 不过你这练的空架子 练一万年都是被人打的命 三体是白站了 怎么 那家就要含住气 你跟我来吧 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退一边去 好好看着 放手 空的魂 我去 怎么 这也只是把暗劲 练到一定火候以后 达到举足轻重的境界就可以了 并不是拳术中的通神境界 等我教你太极拳的时候 再告诉你什么是通神的话境吧 走 你去屋里洗个澡 我喊人帮你买几套衣服 我们一起吃个饭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姐姐 少废话 你这段时间就待在我这 我能教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 说我找了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这段时间不回去了 什么 开卡车 带什么刀啊 行行 前面说 看得出来 你挺沉迷于此 实在是太喜欢了 喜欢好 只有迷进去 才能领悟到那种感动 从感动中 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力量 陈姐 你觉得我能练得跟你一样吗 我觉得 不能吧 我不信 不信最好 相信自己是对的 小伙还挺帅 吃完了 走 我再带你去开一开眼睛 我来东南曼城也是偶尔住住 时间并不长 这个练工厂 装修得很简陋 希望这次你能把我的东西都学到手 免得有一天 我死了 传承断绝了 那就太可惜了 我成之后 一定会想办法接触你的世界 来帮你的 陈姐 石草里放着的大铁球也是练功的吗 那可不是铁球 你去摸摸就知道了 这个球是一寸厚的铅 里面密封的全都是拱 比铁球不知道要中多少 你怎么抱得起来 道家容铅拱以为单 我是借道家的意境 助了这个铅拱大球来练拳的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化解 铅和拱是古代道士练单用的必备品 拱很重 却具有流动性 是一种神奇的铺针 用来比喻人的骨髓最适合不过 这个球就等于一个人体 你好好地体会 这拱是一种神奇的骨髓最适合不过 这拱球得四百多斤哪 快四个我了 把这个练成你的掌力基本上就可以了 就这样陈姐又教会了我一行拳五个拳架子 批拳 崩拳 钻拳 炮拳 横拳 猛进猛打后来又教了我各种变化 我能感觉到无论什么拳法套路 当你拥有了足够的功力 当你的敌人根本没有那种身体素质去扛下你的威力 那你的拳法就无人能抵 直到陈姐扛起那杆大枪 长枪术在古代战场是配合马的冲杀 以一敌百 而拳术里面无论是行医门还是太极门还是极门 斗大枪都是最重要的一环 古代行医拳每位宗师都形成了自己的拳牌 看的是什么 看的就是最后的合击杀手锏 得了那个合击就得了那一脉的真传 而我这一脉的拳术太极拳术就是龙蛇合击 龙是马 蛇是枪 古代的神话传说中 马是龙的化身 以马配枪 龙蛇并起 杀百人如茧草 太极拳是天下最为简单的武术 只有两招 一是按尽装功夫 二就是听到别人的劲借力打力 这个听不是耳朵听 是毛孔去听 你现在看仔细了 我的东西所有的精髓 都在我这一世龙蛇合击之中 这才是真正标准的拳架子 高手的拳架子 运进成员 听球中拱水流动 把握重心 借力旋转粘子绝 这就是所有太极拳的精髓 并没有特定的招式在里面 这一世龙蛇合击 你看懂了多少 看懂了七成 基本上差不多了 还要琢磨琢磨 今天不要练了 你跟我出去走走 好 两张 走 走 上来吧 咱们姐弟滑到湖中心去说话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 姐姐 姐 姐 你说太极拳没有特定的招式 但是你一开始教的撩音掌 又说是太极中的撇身锤 说太极的打法最为刚猛 那是怎么回事 太极拳是道家无数代人研究的精华 经历过一些历史演变 然后由杨先生到北京发扬光大 最后形成了今天的一些太极架子 毕竟都是历史了 你姐姐我也不是生在那个时代 只不过传承下来 我也知道了一些 原来是这样 水性好的人在水中踩水能直起身子 把肚脐下的小腹丹田都漏在水面外 不过这就是极限了 但是全数好的人 却能继续把身子在水中一寸寸地提起来 每提高一寸都是一个天大的进步 你看我脚 用脚发出暗筋踩水 能把身体提起来 各个脚趾的暗筋平衡了 就是华锦 先前王大师的全劲是练到了华锦的 所以当年杨先生见王大师的时候 王大师踩水过大河 水指过西 脚趾发出暗筋 都不暗筋交会平衡 最后让你打开眼界 何为国术巅峰 姐姐 记住了 永远不要忘记我 尤其此时此刻 尤其此时此刻 你叫什么面子 我叫王超 今年十九岁 姐姐你呢 我像净 陈姐 你知道我能练得跟你一合吗 我觉得不能吧 我不信 姐 何处 背影漂浮 心上吻顾 浅炼如初 问天赋还要多久 凌路 岂时走出荒芜 尊风一片四目 直到世界凝固 尽黄顾 迂回之间如山丘 你在梦眶中停留 原来有人感同身受 才是最好的守候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姐走了 你要保重 切记 心胸要宽容宽广 但是不能受弱 这是练权人的原则 姐的房子留给你了 但是钱要自己挣 姐在房间的抽屉里 给你留下了一本书 是姐一生的全书精华 几本的东西都交给你了 剩下的 就靠你自己领悟了 如果有人找你问起我 记得 什么也不要说 说好 为